许位有一首《南莲花》 最近很流行 第一句歌词呢 很动人 没有什么可以读到 其实十几亿人的国家 出不去的人毕竟还是很多的 有一些呢 是不想走 更多的人是走不了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纳 这么大规模的经济 哪怕是十分之一 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冲击 都是其他国家所受不了的 那么完了以后我们知道 留在内地的人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 如果走不了怎么办 我觉得几乎没有 因为每个人的自身情况是不同的 你比如我 我劝过我母亲把定期的存款把它取出来 换成美金也好 买点黄金也好 或者说南京的房子卖点也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连自己的妈妈都说不出来 更不用说去劝说别人 抱着一些留念 或者说这么大一个人口激素 没有办法出去 那么面对目前的这种变革 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提了一些建议 也写了一些书 各式各样的思潮现在都很藏小 文革期间还有一种活得比较潇洒的 或者说最起码表面很风光的这帮人 叫什么呢 叫逍遥派 他们惯于自嘲 说服自己 让自己能够随波逐流 尽可能的守不詹缩 那么文革之后 这些人几乎都没有进行多大的反思 因为他们说不出口 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他们其实也有亏心的事 整个变乱之中 不可能有纯粹的小洋谈 你无论是抱谈取揽也好 定力攻守同盟也好 在乱局中 你不知道你能相信自己 昨天是同志 今天是赞养 明天有可能你就被充满了 整个社会 在不停的变化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 它极有可能都是从小处做起 而且采取的一些措施 它往往都是伤及了一部分人 汇集了一部分人 至少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五月份 有试点城市开始取消出国定居 拿到绿卡的人的户籍 从昨天开始这种争论 我们看到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说不清 你看有不少中国人 退休以后或者提前办了病退 出了国 投奔自己的子女也好 嫁人也好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那么他们居住在欧洲或者美洲 甚至澳洲 他们同时还在拿着自己的养老金 这个里面呢它分两种 养老金有一部分是工人 原来是工人或者以工代干 那么这样呢 他们其实是长期交的社保 他们要拿这个养老金 我觉得很正常 就类似于买保险一样 他是在拿着自己交的 这一部分 作为养老的时候 一种补偿性的经济来源 另一种人就很为人不齿 他们原本就是公务员 他们从来没有交过养老金 他们现在拿到的这些收入 都是国家财政拨付的 那么到了国外以后呢 有很多人引力了他们在大陆的收入 既不提自己曾经参加过共产党 甚至有的还没退退 更不提曾经当过公务员 或者说做过计划生育 做过一些很为人不齿的 政策的执行者 同时 他们还在申请各国的福利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人 所以现在大家把矛头对向他们 以点待面 打击得很大 把出国定居养老的 这么一批中国人 领取国内的退休金 作为一个突破口 大肆地进行攻击 那么内地呢很多民众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些情况 也跟着瞎起哄 不加区分的 一棍子打一群人 这个政策它有很多尾巴 后续的事情将上拿了 一旦被注销了户籍 你在内地的房产 你在内地的一些资产 你想变卖 想转移 它的可能都不大 因为你会陷入一个悖论 就算你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你没有户籍 你很多东西都失效了 通过身份的查询 你连户口都没有 你就完完全全成了一种飘灭 那么这种政策 出来的时候 众说分语 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呢 大多数人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 会被舆论所引导 觉得这个事与己无关 今后的政策也会是这样 它每一个政策出谈 都带有很大的迷惑性 看起来呢 像是反腐败 打击贪官 个别贪官把亲友送到国外 那么利用民众 对他们的反感 引导舆论去攻击他们 连带的攻击了一大片 这种措施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多 有类似的措施 终归有一天 这些措施 会涵盖内地所有的民众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 我知道有很多人提出来 不交有线电视费 不订报纸 不去看中共的宣传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除了你自己 你的孩子 甚至你的妻子 都做不到 更别说孙子了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需要接触到很多玩具 动画片也是一种玩具 你不让他看 新闻联播他本来就不爱看 你要不让他看动画片 那手机流量就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总要去看 总要去看一个东西 学一个东西 我小的时候动画片都是那种艳术的故事 铁铁鸭童物 然后看的电视都是那种大西洋里来的人 是吧 家里人赶死对 后来逐渐的 西方的东西越来越多 政府感觉到不对了 就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前几年在这个动漫上投入很大 搞出了一个喜而养 根本就吸引不了孩子 那么你不管是国产的动画片 还是引进的动画片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 他可能不去打电子游戏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连动画片都不给他看 这就有点残忍 在内地生活 你不仅仅是衣食住行 其实文化这一块也很重要 迎合现在的蜂巢 去让孩子背点古诗 其实我觉得那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整个社会呢 目前还没有形成这个氛围 背古诗读古文 了解古人曾经的生活 这个目前是不犯进的 学英文学德文 学任何一个外语 今后将越来越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政府 它正在慢慢的关闭股门 它为了维持统治的硬性 它会不停的 出台一些新的政策 我相信下一步 就是取消高考中的 英语正于一刻 因为我们知道 学习任何一门外语 你至少需要两千个有效课识 那么拿这个时间学什么呢 它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古文的比例 增加一部分思想品格教育的比例 虽然后者 是经过挑选 带有一些美化的一些东西 但是给孩子学一学 你也没错 至少它不是最坏的 内地呢 跟着在食品安全 甚至在交通运输 在整个社会风气上 都会有一些调整 有很多新的政策即将出台 他们短时间内 看起来都是无害的 甚至大家还会 赞索他 记住 想保住自己 那就只能随波逐流 我觉得后面 从做人的底线上 他应该加上四个字 叫舍不詹询 能做到这八个字 就很不容易了 一味的羡慕那些逍遥谈 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底气的 因为你没有知识 我们知道上一次文革中 自反右开始 很少有人 能够真正的逍遥的起来 今后我相信 你还会是一样的 至于说保住自己的财产 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我觉得这 确实是想多了 你能保住你的核心利益 能够平静的 尽可能平静的 度过这个变革期 就算很不错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习近平呢 他其实学的是袁世凯 现在大家把他供起来 称作是一个供者 他能统治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政权会怕得很快 他并不是说这个国家 一夜之间就民主了 而是我们又回到了 袁世凯死后的背影 全国事实性割据 很快我们就会看见 因为习近平这样抓人 他没有一个政策 能够拿得上台面 他有一些措施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急政 或者说按李鸿章的说法 向十一国开战 发十二份宣战造书 这叫什么呢 这叫乱命 地方可以不从 可以进行东南互保 我相信 很快就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各地的大远 极有可能出现 听调不听宣的问题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 我们只能紧紧的 互助自己的小家族 不要贸贸然的 去做一些激进的事情 如果有一个暴然点 可以推波住人 但不要冲在第一线 领先一步的呢 往往会成为烈士 领先半步就足够了 你如果既不想当烈士 也不想当先驱 你只想过自己的正常日子 不要受到这个变革的干扰 我可以告诉你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你只能随着社会潮流的变怒 消极地去应对它 当出现全国性的事件的时候 你可以不说话 你在保持沉默的同时 你可以随大流 如果你的城市有人上街 你完全可以参与 因为那是安全 不安全的是什么呢 是在变乱的初期 就提出武装起立 号召人民去造反的人 这些人既不安全 而且他们成功的机会也没有 走不掉 又混同于这个社会大潮的人 尽可能压制自己的脚步 凡是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 中国人千百年来 我们的信仰 其实很简单 就两个字 活着 为人称颂的英雄有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我们在整个社会活动中 尽自己的本分就足够了 不要奢望去做一个英雄 你对自己的家庭 就尽到了责任 我们经常听人说 放下是一种境界 那么放不下呢 这更是一种责任 中国人经受的苦难已经很多了 不在乎多这么一次 而且我告诉你 县政府执行的政策 它是走不完的 走不下去的 在整个共产国际 一百年的历史中来看 没有一个国家完完全全的 按照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走下去 曾经我们以为它是一条上坡路 现在四个人都能明白 这条路没有进口 你始终看不到希望 同时代的 社会主义国家都消亡了 这个世界上现在大概有四个 我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中朝越古老 朝鲜它已经明明确确的退出了 它玩自己的游戏 玩世袭 玩这个白头山噱口 玩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 它现在叫什么呢 叫主体思想 当然了它同时还有一个先军政治 它现在国内的经济靠两条线 正常的国民经济收入是一条线 只能保证全国的军民活着 另外一条线是特供经济 它庞大的 占朝鲜总收入的 是靠它 养活了政府官员 以及军警 国营体制内的人 是靠着这笔收入活着 虽然它越来越少 外部的制裁越来越严重 所以它也在求变 中国未来要走的计划经济道路 也就是这条路 其实它强化了双轨制 进入到国营经济 这个层面 被他们所保障覆盖的核心人群 估计不会超过两个亿 外围的 混个半饱 完全游离于体制外的 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所以我相信 一两年之内 就会有一些变化 甚至今年下半年 就会形成一些风潮 我们知道 从清末的这个革命党起义 会党起义 到辛亥革命成功 现在看的历史书上写的 至少有十年 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变化呢 变化呢 今年就会开始 这个开始是很缓慢的 而且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要幻想的 一步到位的实现民主 不管是谁 你即便有民主的主张 你也尽量的实际成绪 现在跳出来走上街 或者说引发一些独狼行动 来打击 政府的统治基础 我们只能羡慕 大多数老百姓 是学不了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进行 非暴力不抵抗的这种运动 实行街头政治 你要看清楚你面对的 统治者的个性是谁 在中国 我们每一次 内乱 内战 朝代更迭 死亡的人数 都是相当巨大的 死个几十万人 就能改朝换代的这种可能性 在中国是没有的 上千万的死伤 比比皆是 甚至 不到 改朝换代的年代 造反就弄了半截了 太平天国 事后的统计 因他而引起的 损失的人口 超过一个亿 谁也不是大仙 我们不能保证自己 在变革中不去损失 不去 牺牲掉 自己或者是亲属的信任 那么人 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人 你其实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 活着 你才能等到天亮的那么一天 我非常 我非常羡慕那些 我绝对不会要求我的朋友们做到的 我绝对不会要求我的朋友们做到的 你不能组建政党 你甚至不能结社 下面你在微信聊天 QQ群 可能都会晋升 为什么呢 因为监控无处不在 苏联那么强大 说倒就倒了 中共比它更强大吗 无论你从军事 国力 国民的素养 你的科技成就 与世界的竞争力 中共目前还没有赶上来 那么他们宣传的这些长治久安 你不用信 现在很流行一些段子 前苏联的政治效法 在调侃 这些政府 其实保持这个心态就很不错 在内地 走不掉的人 其实只有等 不要急 没有什么捷径 你出不来的 就只能先保全自己 保全自己的亲人 不要跟目前的政策对着他 他有违反 现行法规的 你可以在螺丝壳里做到场 遗子之矛 公子之盾 这个是可以的 玩这种游戏 它需要很强的驾驭能力 如果你没有 你就尽快搜索 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呢 它始终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就像清末 因为上交股票风波 导致了清政府关于的损失 所以它的经济危机 一下就被触发了 内地现在也是一样 世界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 今天开始 这个制裁就实打实地落实到行动上 听起来六百亿美元 素质很吓人 但它其实只是一个开胃小菜 它会引起一些连锁反应 内地 会应对它做出一些调整 这些调整 在国内经济上 甚至政治上 都会有一些后续的措施 慢慢的收紧 人们面对这种变化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 没有什么上策 如果你走不掉 你就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冷静 等到了你觉得 乱局出现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 迈出你的脚步 随大流去改变这个世界 既没有高招 也没有捷径 不要过分地 听取别人的建议 因为不管对谁来说 他只有建议权 决定权在你自己 相信自己 把爱 留给家人 如果到了必须要牺牲的时候 尽可能的 安排好家人 尽后的伤害 你选择的日期 如果太早 你的亲属 将为你承担 后续的这些 恶果 如果你的司机 选择的刚刚好 你可能成为国家英雄 民族英雄 即便牺牲 你的后代 你的亲属 都会沾染上来 所以先冷静 保持自制 我们常年所受到的教育 有一点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们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 更重要的 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爱自己的家人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 变革既然已经开始 我们就只能勇敢的面对它 做好准备的同时呢 可以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 现在往外发 可能不太容易 做一些笔记 记录一下自己的想法 尽可能不用电脑 即便我们走了 我们的思想 还会留下来 让后人看一看 面对这种暴力的专制 我们曾经探索过 思考过 也逗着你 哪怕仅仅是在自己的脑海里 我们会儿的这种暴力的 我们要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